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虚拟科技的故事 虚拟时经 弟弟在和瑞恩海边潜水时发生的意外 瑞恩一直在致力于研究一种 可以带来真实体验的生物软件重生 他想靠这个来救回弟弟 在从医院看望弟弟回来的路上 瑞恩挂掉了爸爸打来的电话 他回到了公司 被同事喊去体验新的研究成果 关于这些研究 发表过最多文章的就是瑞恩 而他的爸爸也明确表示过 这种技术的危险性 长时间接触这项技术 是会引发身体状况 甚至会脑死 瑞恩低上了可以体验滑雪情景的药水 他痛快又顺畅地开始滑雪 当时间日复一日地重复 让他脑袋产生了负担 同时用紧急办法叫醒了瑞恩 瑞恩还有一个合作伙伴沙姆 他更倾向于拿这项技术来获取更多的利益 瑞恩一直有在偷偷编写自己的程序代码 沙姆也在背着他触碰禁区提高更多的伎俩 为了还原弟弟出意外的景象 瑞恩已经测了无数次 弟弟的眼皮抽动 让瑞恩又重燃起希望 瑞恩来到爸爸这里分享自己的进展 但爸爸还是提醒着他这个技术的危害 破解救弟弟的心情 让瑞恩无法平静地和爸爸交谈 瑞恩偷着研究长线模拟 被沙姆发现 他封锁了瑞恩的终端 沙姆和瑞恩商量 合脚证数合作作虚拟监狱的事情 瑞恩直接以这并不是自己出心为由 言辞拒绝 丹尼是瑞恩同公司的男友 瑞恩拿着滑雪场景的研究 让丹尼体验 丹尼觉得意犹未尽 想体验第二次 但不巧拿错了试剂 试剂里还未完善的缺点 让丹尼发生身体反应 浑身抽搐身亡 瑞恩要被判10到15年的监禁 沙姆联合矫正署 向瑞恩提出建议 只要瑞恩答应 就会被免除所有的罪名 而且公司会得到一笔资金 条件就是让瑞恩体验一年的虚拟监禁 瑞恩滴上了体验虚拟监禁的药水 来到了一个密闭空间 有一个巨大的屏幕显示着天数 里面也有食物和水 瑞恩在里面吃东西 洗漱和锻炼身体 并记录下自己的体会 终于熬到了最后一天 瑞恩又兴奋又紧张 可屏幕却回到了第一天 瑞恩彻底崩溃 她将囚禁自己的屋子弄得一团乱 但却偶然发现了通往外面的道路 她突然明白自己并非一直都在虚拟世界里 后来她一直在现实的囚禁中 她整个人被处理为失踪 之前住的公寓也换了主人 从同事口中得知 丹妮并没有死亡 也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山姆的圈套 为的就是不让瑞恩打扰到重生上市 在丹妮的合作下 他们回到公司 拿走了自己存储程序的硬盘 来到爸爸的家里 打算用特殊的打印机将其打印出来 瑞恩和爸爸兵事前嫌 再次来到医院看望弟弟 他给弟弟滴上了用打印机打出的药水 弟弟睁开眼睛 却露出茫然的眼神 在之前海边的回忆里 弟弟没有溺水身亡 而是坐在了海边 当瑞恩朝弟弟走来时 弟弟变成了丹妮 随后现实中的弟弟开始浑身抽搐 瑞恩惊慌失措下 狠心拔下了弟弟的氧气罐 回忆中丹妮脸的弟弟走向了海里 瑞恩也反应过来自己还在虚拟世界 他和弟弟一样走向了海里 进而返回了现实世界 醒来的瑞恩激动地打了珊姆 瑞恩醒悟这种办法是无法救活弟弟的 他不过是自欺欺人 参加完丹妮赞里 瑞恩回到公司 被珊姆再次抢磨 瑞恩试验了模拟监禁的药水 瑞恩挣扎逃回现实 又将眼角剩余的药水磨到了珊姆眼上 这次体验让珊姆充分体验到了模拟监禁的可怕 瑞恩和爸爸一起办完了弟弟在医院的手续 看着空荡荡的病床 爸爸在一旁痛哭 亲人的离开一定是痛苦的 但有些事情我们并不能改变 能做的就是尽力接受 科技的发展固然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但在利益的驱使下 又有多少人会失去初心呢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不见不散 Desde 来 来 我们下期再继续 段视频 好 来 来 来 我们下期再继续